入冬是吃羊肉的季节 但是为啥饭店做的总是汤色奶白 非常有食欲 自己在家做的总是清汤瓜水的呢 原因非常简单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做一个清炖羊排 首先买回家的羊排啊 咱们沿着骨头缝给它破开 接着呢 咱们给它改刀剁成大块 不管做啥排啊 咱们都记着 千万别剁的太短 不然呢容易脱骨 随后呢 咱们起锅烧水 羊水下锅 把羊排啊 下入锅中打个水钞 羊排焯好以后呢 才是重点 咱们重新起锅 向锅中加入少许的底油 油热以后呢 咱们下入一点姜片 去腥解腻 然后呢 咱们把羊排给它下入锅中 在锅中呢 进行煸炒 炒个两三分钟 这个时候呢 主要为的是炒出它的油脂 做香炸汤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咱们在锅中炒一炒啊 这个汤色更容易白 这个时候呢 第二个重点就是 咱们向锅中啊 加入足够的清水 这个凉水就行啊 不用加热水 加完汤以后呢 咱们可以看到啊 挺多人在家做牛羊肉啊 总是感觉味道上 差那么点意思 推荐大家我试试 这个炖牛羊肉 专用的调味包 一包中呢 是五小包 咱们每次在家做的时候啊 往锅扔上一包 这个可以用五次 非常的实用 接着呢 往锅中割成一点盐 找其先炭口 割成一点白糖 辅助提前融合口味 最后呢 再割成一点味精或者鸡精 这个玩意不喜欢可以不放啊 看心情选择 是不是割成一点料酒 随后呢 咱们大火烧开转中火 在锅中呢 保持它汤面沸腾的状态 然后呢 盖上锅盖 咕咚它一个小时左右 这样子的呢 一份汤色洁白 而又香气扑鼻的 清炖羊排制作完成 咱们有条件的呢 再往上搁点香菜叶做点缀 咱们夹上一块羊排 肉蛋脱骨 这个时候呢 整成一口 这小味儿 那是相当的哇塞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